剛才徐曉昕講的那段話 如果你把他臉遮住 只看他講的話 你會以為是國台辦講的 有沒有 這個兩岸戶不隸屬 因為你破壞了中華民國憲法 然後去講說 你這個論述是新兩國論 所以你因為你的總統文告 所以我要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方式複服你 但是對於目前 中國對台灣的這些軍事騷擾 他沒有跟台灣人民站在一起 說你中國不應該這麼做 從頭到尾 看他講的都在譴責的是 賴清德總統 或者是在譴責的就是台灣人 然後對他的立場 其實站在是對面的立場 看起來如果把許小新的臉蓋起來 他講的這一段話 跟國台辦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回到國會來談 國會剛才在講說 剛才靖言拿那個事實查核中心 我要更正一下 應該說平衡一下 事實查核中心有兩塊 一塊是說 如果你描述錯誤 他會說是錯誤 另外一個是說 他在報導這個內容 他會兩邊陳述 他在講立法院 有沒有程序正義這件事情 他不是說錯誤 他是有一個平衡報導 是說有一派認為是黑箱論 有一派認為不是 所以沒有像靖言剛才講的 好像說 事實查核中心就認為說沒有黑箱 所以沒有錯誤 他仔細去看 事實查核中心 認為質疑 沒有符合程序正義這件事情 確實有這一派認為是黑箱論 那為什麼沒有符合程序正義 那不是 也不只是 台灣人在質疑 你看到 那個AIT兩個前處長 司徒文跟楊書蒂 三十位國際學者為什麼要跳出來講說 你要嚴守程序正義 是因為國會過去沒有發生過 三件事情同時發生 第一個是 委員會不足條審議 你要其他委員要 不同意見的委員要提案 要發問 直接把他擋下來 另外一個是什麼 沒有實質協商 第三件事情是 表決數 人數多少都不算 都不用去清查 然後就直接讓他過 這三個加起來 其實我們在法律上 可能叫做重大明顯瑕疵 會導致像違憲無效這種程度 過去可能委員會有一些 在審議過程 單一事件可能都有 委員會可能沒有足條審議 但是後面就會說 那我們來超越協商 我們來協商 每一條來談 都會有不同的補足的機制 這次是 唯一三個機制都失靈 就是包括委員會 不用足條審議 其他意見發問提案 都沒辦法 再來是 在協商 沒有實質協商的內容 最後是連表決數都出問題 這個是整個程序上面都出問題 所以國際學者才會說 你看兩個AIT的兩個前處長 楊書蒂跟司徒文算是大咖國際學者 他們都跑 都跳出來說 要嚴守程序正義 這其實是民主國家 對台灣的苦口薄心 我要再講的是說 今天像國民黨自己要開國際記者會 然後開完國際記者會之後 其實我覺得有點自取其辱 德國之聲 德國之音是什麼 德國是法治大國 大家都知道 台灣很多的法律都引用德國 然後現在也有很多法律在引用美國 所以德美兩大體系 是台灣法律上面常用 我們翁老師也是德國學成歸國 然後德國之音問了吳宗憲 吳宗憲這個憲哥 今天又搞笑又開始了 這個他問他說 反質詢的定義 到底怎樣算反質詢 對 那我們知道在法律上面 法律明確性的原則就是 可理解可預見可審查 所以你至少要講出可理解跟可預見是什麼 這個我們的憲哥 國民黨的立委回答德國之音是說 這個我們立法完成後再跟人民交代 德國人其實是很嚴謹的 他對於法律上面的用字遣詞定義如何 法律明確性要求在台灣的大法官解釋 其實很多都是引用德國法律進來 我剛剛講的可理解可意見可審查 法律明確性的原則的這個審查基準 也是引用德國進來的 這是大法官解釋的內容 結果今天德國之音用的只是問你說 你明確定義是什麼 你告訴我反質詢是什麼 結果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招委 而且他還是曾經當過檢察官的人 居然沒有能力去解釋他強推的 藐視國會罪裡面的法律要件 包括反質詢 居然沒有能力去解釋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我認為國民黨要強推一個法案 我不知道他在提什麼 正常的程序去走 今天國際學者也不用 兩個AIT的前處長 加上30個國際學者跑出來跟你說 要嚴守程序正義 你國會已經藍白多數了 你就照著委員會開始去走 然後後面該協商要去協商 表決數你就正常的去表決 用正常記名的方式 結果現在是三個程序都亂掉之後 連實體內容 我們剛才講的是程序 現在講實體內容 法律上面 法律明確性 反質詢是什麼 德國之音問國民黨 應該算是目前立法院裡面 應該算是法治委員會招委 應該是法律他說的算 結果他沒有能力講 還當過檢察官 法律明確性的要求 在大法官解釋裡面 可理解 可預見 可審查 你的理解是什麼 講出來嘛 德國人想聽 國際記者會 外國人想聽 可理解 他反質詢的定義理解是什麼 可預見 什麼情況是可預見的 難道像葉元之今天在 剛才影片裡面 葉元之講說 我今天問你 問不出答案就說 難道我要表示國會罪嗎 每個官員 以後到立法院去 只要講的不符合 立委的主官的意思 我就辦理表示國會嗎 我要這樣再重講一次是說 AIT的兩個前處長 30個國際學者的聲明裡面 講到一件事情 美國絕對不會發生像 台灣這樣的事情 美國的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絕對不會發生像 台灣一樣的事情 大好 喝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關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